HELLO 大家好 經常聽到客人投訴 說他的耳孔太大 戴了耳環之後 他的耳孔也看到了 他們因為這樣 就不戴某些耳環 今天就教你一個秘訣 怎樣可以把你的 露出來的耳孔 用一個非常輕易的方法 將它隱藏 去片段吧 你看到我戴著這雙Pink Sapper的耳環 如果你平時戴 好像我的耳孔 都是因為經常戴耳環 而比較大顆 它好像外露了一點 有什麼辦法 很多客人因為這個原因 而選擇不買這雙耳環 但我教你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你就可以避免露耳孔 這個時間 例如我戴著它 我後面也有一個耳環 我要重新把它脫出來 戴上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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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向上推一點 然後再加上耳環 咦? 是不是看不到耳孔了? 那什麼原因呢? 原因就是我們耳朵 是很遠的 我們的耳孔也未去到 有2mm、3mm 這麼大 不能夠的 它的距離可能只有0.1mm 耳孔 你只要將耳環 向上推一點 它推到遮了耳孔之後 再加上耳環 就沒有了耳孔的煩惱 好像這些 比較大隊的耳環 好像藍寶加珍珠 其實它本身是有重量的 就算我戴著它 我的耳孔也有一點外露 這個呢 只要用相同的原理 就可以將耳孔外露的問題解決的 就是重新戴 將它脫出耳壁 那這個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一個秘訣 就是其實你穿過去呢 你將它推高 推高 跟著呢 再加個耳壁 去固定它 它的原理是什麼呢? 原理就是 透過耳壁 將它的耳環夾緊在你的耳朱那裡 從而呢 將耳孔呢 收起來的 這個原理就是 透過壓力 耳壁 和耳環的壓力 將耳孔隱藏 所以記住 一定要 將它的耳環推高一點 最大耳壁 這樣就可以避免 耳孔外露的情況 其實你不需要很大力的 你只需要 將耳環 和耳壁呢 在你的耳朵那裡 固定到就可以了 那它 不會掉下來的嘛 因為我們耳朵呢 是很遠的 你只要呢 固定到它 那它又見不到你的耳孔 就可以了 完全是 不需要說要很大力 搞到耳朵都紅了 那我希望 我今天 救給大家知道的 這個小秘訣呢 可以幫到你 也都令到你 沒有了 外露耳孔的煩惱了 那大家喜歡我這段片呢 記得like 和share給有需要的人 還要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再見 拜拜